原标题 湾东岸中心城区北部,骄傲之记载,到1913年时,殖民者在里村修建了许多房子和公共基础设施。山东省青岛市里仓区里村,村民们在领取国际救援组织发放了救济粮。 三十年代初,里村居民有2700余人。该地设置有监狱、教堂、电话、学校、消防队等等。山东省青岛市里仓区里村,排队领取救济粮的村民。 1937年12月,青岛市长沈红列奉奖电令实行焦土抗战政策,刺激撤离青岛。沈红列部先后炸毁了日本在青岛的大部分企业,将装满沙石的五艘军舰和五艘火轮沉入港口、土色航道。 同时,四方机车厂等企业实施向内地迁移。湖南省衡阳市抗日战争,期间,国民政府的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文化重心向西移。 大批的工商业、金融机构、文化机关也纷纷迁移到衡阳境内,促进了衡阳经济的发展。 战时的衡阳还有小上海之称,也是仅次于重庆、昆明的第三大工商业城市和金融中心。 湖南省衡阳市,1944年6月22日,日本飞机首次轰炸衡阳市,造成湘江两岸起火。 自此以后,每日日军飞机都会飞临衡阳市区和衡阳飞机场轰炸,头放燃烧弹,衡阳城城区成为火海。 河南省黄饭区,1938年6月,黄河花园口决堤事件后,在东至金浦县、西至平汉县、南至淮河、北至隆海县的广大地区,形成黄河饭区。 四年后,黄饭区又遭遇1942年河南饥荒,黄饭区群众曾经经历长年的灾光打击,灾害长期影响着黄饭区农民的生存。 河南省黄饭区黄河水流入海河河河道后,河道黄饭区堤防就时常出事。 相关资料计,在八年时间里,堤防大小绝口,共有32次,直至1946年黄河封堤,八年间,玉东大地连年饥荒。 湖北省武汉市,1938年6月,国民政府将武汉的各类工业、军事设施,实施内迁,或予以损毁。 武汉市工业的损失,达到70%,武汉会战中,中国军队伤亡40万人,日军损失十余万人。 湖北省武汉市二战后期,美国陆军航空军从1944年开始,对汪京卫政权控制下的中国汉口,金属中国武汉市,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空袭行动。 日军汉口基地全部50架飞机中,19架飞机在地面被击毁,4架战斗机被击坠,武汉地区战斗机几余20架。 战斗,生活物资已被摧毁,日军在东部战斗力大为下降,已经开始出现饥荒。 湖北省武汉市汉口建筑,因燃烧弹的攻击,汉口市区发生了大规模的火灾,大火在长江沿岸五公里以内范围燃烧了三天,约四万。 汉口市民伤亡,汉口一半以上的市区被烧毁。 从江边至铁路县一带,一原路至五马路等地一片火海,房屋被毁一万五千余栋,日租界大部分被摧毁。 中国战后灾民,1945年至1947年,资料,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